大家好我是貝貝 今天來分享整理一下這一顆 我去年有稍微整理一下的那個機飾 那這是不知道品種的機飾 那已經放養了一段時間 然後你看那個根苗都一直竄出來了 那根苗不是我要的 所以我就要把它整理一下 不然的話它會把整顆養分都抽走 那我要造枝造型就比較慢 那所以今天就利用這個時間來趕快整理一下 首先還是一樣把雜桃先處理一下 不然我不知道我的根苗 到時候我的根苗在哪裡 因為這些根苗其實很多人都會把根苗處理起來 還可以賣 我是沒有那個時間 根苗就直接處理掉了 直接咳嗽掉了 我要的是這一顆主要的樹 樹幹它的造型 那根苗對我來講不是重點 所以我就直接處理掉 你看滿滿的雜草 放涼就是這樣子 常常會有一堆雜草清不完 雜草差不多了 我們首先來處理這一些根苗 因為這根苗都是從你看 都是從下面上來的 這個根苗如果沒有處理 它真的就是會把養分抽走 哇這個已經很粗的根苗了 來直接把它處理掉 有沒有剪掉之後它的根系就跑出來了 那因為那個機式它的那個根啊 都會很粗狀 所以就會產生很多的根苗 那它的根苗你如果真的 在換盆的時候 如果懂得把它的根啊 分開 就每分一顆 它就是一顆 把它剪成一段就是一顆 接下來這裡這裡這裡 根苗 哇這一顆 露出來這一顆已經死 這一顆已經沒有用的根苗把它剪斷一點 這裡又一個根苗還滿粗的 剪掉 你看剪掉之後就之前那個去年 纏的這一些鋁線都出來了 比較細的根苗都給它剪斷 剪斷 剪斷 長得太大了 好 直接 斜口 剪得很乾淨 繼續 剪斷 剪下這一小隻的根苗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這裡 剪下一顆頭 現在開始這個都是天枝嘛 然後呢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有哪一些是需要修掉 你看這裡就是從下面下來 這個就不健康的雅點 這個我就必須要把它修掉 因為這個類似一雅的感覺 這個 不會是一個很好的枝條 你看喔 這一支上去之後這裡有兩個雅點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分化出來的 那其實我可以從這邊剪掉 可以從這邊剪掉 好 就這樣子 繼續讓它上去 那這一支 雅點 到這邊去 我看能不能壓下來 好 這一支可以壓一下 壓一下做另外的造型 那我就一樣把它繼續 去處理一下 這樣子明年它應該 醒就會更豐富了 多養個幾碗就好 一樣來 煮幹 殘繞 好 好啦 接下來把它壓下來了 差不多 再來看這一邊 這個都從側邊出來的話 這裡 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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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以 可以造型 來 我就把它 處理一下 好 這一支把它壓下來變平行之 就不會往上衝了 可以做其他不同的造型 稍微往這邊 好 這裡兩顆有芽點冒出來 等它長一點的時候再來做 那再來看這一顆 OK 你看 這裡我原本要做的枝條 這裡又冒出一個 這裡就變成是 比較下面的芽點 不健康的芽點 我就把它取消掉 好 這樣就比較舒服了 那這一支還要繼續讓它沖芽點 就是沖天枝 讓它抽高一點 這一團其實已經夠了 所以我到這邊就可以把它剪掉了 因為這裡有頭 壓點在這邊 所以我就要 咳嗲 起來 所以你看 這一點 這一點就是 比較矮 我這支再把它抽高 要再高一點 讓它 有一點三角形的感覺出來 因為整理得差不多了 把原本很 茂盛的這一些枝條把它整理一下 其他的繼續定位 OK 差不多 修一修 不然這個會刺人 因為他們這個有刺 把這些尖刺 退化的尖刺 把它剪下來 不然有時候去整理的時候 都會 被吃到 繼續放養的時候 這個就是天安芝 這個都把它除掉 好 今天又整理了一顆 實在是 有時候忙起來 沒什麼時間 都要 抓緊時間 趕快 來整理 好了 這一顆 機勢 你看一下它的跟盤 浮中起來 然後整個盤聚之後 整個上面都把它 取之下來 就變得比較矮 所以這一顆是 我蠻期待的一顆 培養中的這個 機勢 然後讓它可以變成是 雙幹的 到時候是雙幹的 愛棒 愛一點的 希望 它被我養成之後 是一顆好看的 小品機勢 好啦 今天就跟各位介紹到這一邊 有整理的一盆 讓大家看 今天如果 你看完之後 對於機勢 有什麼需要討論的 也歡迎你 私訊我們 謝謝大家 掰掰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